北京时间11月30日上午 2021年休斯敦士拼赛收官 日本女子乒乓球运动员伊藤美成 赛前豪言夺取两金 却只收获一枚银牌 日本对伊藤美成在本届士拼赛上的表现寄予厚望 日本电视台老牌体育节目Going SPORTSNDWS为此制作特辑 并在28日凌晨播出 作为采访过伊藤美成的中国记者 《环球时报》记者上周在北京与该节目组进行视频连线 谈起了对伊藤美成的印象 以及对中日乒乓球的一些看法 节目组对《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大约持续一个小时 不过最后呈现出来的只有一瞬间 整体感觉综艺效果满分 本期节目设定的主题是在中国进行紧急采访 伊藤美成被彻底盯上 比赛时遭拍摄 片头先是播放了日本女拼选手平野美宇 和中国女拼队员陈梦在本届世拼赛上的激烈对决 最终陈梦以4比3险胜平野美宇 镜头随即切换到日本乒乓球队抵达休斯敦机场的场景 伊藤美成毫无疑问是最受关注的选手 在赛前训练时 伊藤美成和搭档早田希娜表现得十分放松 两人一边练习 一边吐槽灯光晃眼 不时哈哈大笑 伊藤美成对着镜头信心满满的说 他比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更强了 要在女单和女双项目中都夺得金牌 希望用笑脸结束世拼赛之旅 对此 Going Sport News节目组表示 这番豪言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为此在中国进行紧急采访 节目组在街上进行随机采访 发现很多中国民众都认识伊藤美成 有人说他在奥运会上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 有人对他给中国选手送饭团津津乐道 还有一位老大爷说 他就是那个发球奇怪的孩子 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伊藤美成的 环球时报记者在回答节目组提问时说 伊藤美成近年来进步非常明显 在国际赛事上发挥稳定 在中国确实引起关注 环球时报记者还说 其实不仅是伊藤美成 对于全世界优秀的选手 中国都会关注 但是这部分内容并未在节目中播出 节目组继续发问 中国民众能否接受中国队输掉乒乓球比赛 环球时报记者回答说 从观众视角来看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中国观众对国拼的期待是至少获得金牌 最好能同时包揽金银铜三枚奖牌 在采访过程中 节目组一直追问 伊藤美成是否给中国队造成威胁 中国队是否因为害怕伊藤美成而有所警惕 对此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一名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 伊藤美成的出现可能会让中国队员有所警惕 但相信中国选手并没有因此害怕 在大多数中国观众看来 伊藤美成也不能算作是中国队的威胁 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有充足的人才储备 科学完善的训练系统以及丰富的大赛经验 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中国队在比赛中战胜对手 在被问及中国队是否制定了针对伊藤美成的对策时 环球时报记者从一名观众的角度表示 相信中国队应该不会只是针对伊藤美成研究对策 而是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对手和情况做出假设 并未知做好准备 在比赛中常见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练习可以正面压倒对手的技能 另一种是练习可以抑制对手发挥优势的技能 不过 节目组最后依然得出中国队正在彻底研究伊藤美成强化对策的结论 而所谓的伊藤对策居然是中国队的相关人员在伊藤美成练习时 对其进行拍摄 在东京奥运会中搭档伊藤美成获得混双冠军的前日本男子 乒乓球运动员水谷笋在接受Going SPORTSNEWS节目采访时说 最近被中国拍摄练习场景的情况多了起来 他们拍得大胆 就站在正后方一直拍 然后一边看视频 一边研究 水谷笋自曝说 我知道自己被拍的时候 就故意在优势的地方失误 这样对手进攻的地方 恰恰是我擅长的地方 他还说 这段时期是20年来 中国对日本最为警惕的时期 Going SPORTSNEWS节目称 这届世拼赛对于伊藤美成来说超级残酷 伊藤美成自己给出的答案是 奥运会有两个单打名额 世拼赛有五个单打名额 所以世拼赛比奥运会更难 不过 伊藤美成赛前表示 想实现这个比奥运会更难的目标 还放话说你们看着吧 节目中曝光了伊藤美成为本届世拼赛进行的一项重点训练 他练习了一个连水谷笋都没见过的绝招 镜头中 伊藤美成接过一球 表面看起来毫无特别之处 水谷笋看后点评说 这明显是防守练习 伊藤美成的站位不是以前的位置 他以前习惯站得离球台很近 现在则离球台1米至1.5米的样子 这是假设对手进攻的时候 可以后退反击 原来 在东京奥运会上伊藤美成对战中国选手孙颖沙时 被迫远离球台 却没有发挥余地 他的绝招显然是为了对付中国选手 水谷笋在节目中直言 想看到伊藤美成击败中国选手的样子 遗憾的是 伊藤美成的绝招并没有在士兵赛中帮到他 Going SPORTSNEWS是一档偏娱乐性质的体育节目 某种程度上带有娱乐效果无可厚非 环球时报记者想强调一下被节目组剪掉的观点 终日乒乓球选手私下有很多互动 彼此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 他们共同进步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比拼 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情